如果我們一起退了 最後馬安九郎 或者同志者出賣我們的時候 都是鼻子摸的 忍耐 如果你真的講說 感覺上他們還是有一點 要呼嚨的感覺的話 如果真的是這樣 江院長今天就不用出來 再講這幾個字 就我如果成績要呼嚨你們 我就直接把這個講完就算了 其實大家今天比較訝異的是 江院長出來還直接告訴你 我正要講 我正要講 那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實際上上節目到11點 多少人 包括原來比較支持抗爭的 都說可以接受了 就等最後那個東西 結果今天早上 江院長不是當場給你翻臉嗎 說我講了停工 既不是停建 也不是廢棄 就擺明馬上就 馬上就告訴你 他不要鬼扯 所以你們這些人都要講 不要等到你活著 我正要跟你講 他當場就翻臉 他當場就欺騙我們 我跟你講大家要不要幹 我是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但我其實更吊詭的是怎麼樣 昨天為什麼這樣 昨天我下了節目 我就趕到現場去 我就發現 這個就要轉換一個角度 林義雄 我早上看他去祭祖 我以為他準備就下定決心 準備回歸他 跟他的祖祖先在一起 就下午到台大去 然後說要調養 然後說要謝謝 可是一邊又說好像 禁食沒有結束 我忽然間覺得像實質停工一樣 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他 這真的是個很大的問題 但最重要的是 我也不會再把命運交給別人 同樣的邏輯 就算今天林義雄抗爭到此為止 我會重新評估他 但是滿重要的 他所引發的這個東西 還是我們台灣的老百姓要面對 要不要立即來面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還是覺得說 這個早就該做決定了 我為什麼不願意拖到2016 我早上就講 不是今天 主持將來講一件 去年在討論我就說 讓核四蓋完不運轉 是馬英九最大利益 那個錢坑就不會被掀出來 然後又說是你們做的決定 我不必負責 我假裝假裝要… 其實他根本不要 這有多厲害 你們說怕…不要 他說順著你們 他說他被我們老百姓強迫 他說我們妨礙了台灣的經濟發展 他本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不能夠接受這種東西 我認為還是回到我的理念 你們為什麼不敢做決定 不敢做決定 後面理由講出來 任何見不得人的東西 這才是我們台灣老百姓應該解決的 曾經剛才講的過程當中 我不曉得可導 曾經剛過程當中 當然第一個我覺得 大家都很在乎 林英雄前主席的身體的狀況 可是他剛剛有內容有提到說 像林前主席今天到醫院社區 會對於他的抗爭這一部分 有某種宣示的作用嗎 我覺得他的事情很容易 為什麼 就是這幾天就可以解決的 兩三天 所以我覺得猜測也沒有用 搞不好今天晚上就有結果 你說他可能再回去就對了 對 或者是宣布就停止 對我來講 不管怎麼樣 我們的目的是一樣 就是要核四停建 我跟吳念珍都開玩笑過說 國民黨宣布停建 我們要加入國民黨 馬上宣布我們就加入 那你覺得 他不一定要我們就是 我們這些人 要 我們真的可以 我現在加入 反而進去就 我現在加入反而進去 我現在加入反而進去 超過 超過 我只有三個月 我可以承認去什麼 台灣我無所謂 可是向你置信 真的是 我們講過這個話 進來改變國民黨 進來改變國民黨 真的嗎可以改變嗎 可以 試試看 但是我覺得 我希望是 今天這個 這個談話 我覺得是蠻 有趣而樂觀 就是 在座大家都覺得 有可能這個 就是一個停建 OK 我們不必再落到 這個災難裡面 我來呼應一下柯道 但是我不感到樂觀 不 我講 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我今天 對柯道 我必須要講 我們很層次的感覺 國民黨委員裡面 大部分 我講有一半的委員 基本上是反核的 但是因為過去 國民黨在這個 國民黨在核四這個立場上面 最起碼上面的意見 是堅定的 所以他不讓委員 有任何的反對的空間 所以每次只要在立法院裡面 有任何反核廢核的決議 國民黨就是一致反對 他不會讓你委員有個別的空間 所以這一次馬跟江 我必須講 他是很大的一個鬆動 你如果一定要自製追到真相大白 我不覺得對事情有幫助 就像兩岸 你一中各表 如果你要把那一個中國講得那麼明確的話 兩岸不可能有互動往來 我覺得保留部分的模糊 但是把一些內容 透過雙方不斷的具體去落實 這是一個實質的做法 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們一定要宣稱 就是說 如果到時候我們被馬英九騙了 我們一定跟你們幹 你們從來最後最後再講 馬英九2016 那都來不及 那都來不及 我跟你講 不能如此 我坦白講 明義兄 您剛才跟我講說 江院長的這個記者會裡面 提到這個未來的公投的命題 我去查了是沒有的 我去查了是沒有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公投命題為什麼重要 你要知道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好了 如果從馬總統講的 叫做複決跟創制 這個公投叫什麼 叫複決 對不對 馬總統邏輯很清楚 複決的公投就是改變現狀 那改變現狀是什麼 現狀是核四繼續興建中 因為他沒有停建 他只是停工 所以這個邏輯會變成說 我現在是在興建中只是停工 所以你變成說這個複決 它必須是改變現狀的命題 所以它是一個負面陳述的命題 如果照馬總統邏輯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會那麼清楚 因為馬總統在跟蘇貞昌 在對談的時候 提到了民進黨題的 核四工作特別條例 核四工作特別條例裡面 把命題也寫出來了 就是說你是不是同意 核四繼續興建 這個就是正面描述的命題 就是贊成跟不贊成 然後用簡單多數 他說沒辦法 他說因為我們這個是複決 這不是創制 他說你這個提法是創制的提法 所以複決必須要是改變現狀 那我要問現狀是什麼 現狀就是叫做停工 停工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繼續在興建 我只是暫時停下來 不 我不認為 有可能在馬總統陣內 這個核四不會再續建了 可是我還是一樣的一個疑問 你是在未來去留了一個門 那你叫我們怎麼可以放心 因為這個邏輯推演 它自然就會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以後的續建的公投 它的命題就必然是 他們講的叫做複決的命題 就是改變現狀 是一個負面陳述的命題 他一樣要受那個 50%的那個鳥籠的限制 所以姚老師你剛才說 那我就不 我可能就改變 我就不用改變 就不用改變公投法 那我覺得你高興 你這個結論太早了 不是 我不是 你說你們這個結論就太早 你們如果決議將來復工 不是 公投的題目叫復工或者運轉 這個正面的 那我當然不是 所以我認為這個不必改 我這樣子你就要去改變 我這樣的講法 就是說我們不能去 我不是知道是誰的面子的問題 對 我必須要把這個釘子釘下去 讓它不能轉 這個必須要 他自己不講 我們就要去點 也就是說民意認為 他已經接受了那個就叫實質 我說還要經過一個確認 這個確認的程序不能由行政機關來做 因為它只是一個記者會 這個確認的程序要有一個法律的位階 或者一個立法院的決議 所以我跟小代我才說 我說中間有幾個實質內容 一個叫做復工公投 這個東西立法院要決議 也就是說公投的題目叫復工 或者復工一定要經過公投 這個就OK了吧 這個不只有這個意思 那我就再一句話 要做成這個決議 要國民黨黨團願意支持 就是這樣 我們哪兒吧就是這樣 這個學生當然可以 我先跟你講民意 剛才其實段委員講的意思是說 剛才您跟陳委員講說 只是馬總統跟江院長要面子 所以那個停工點 可是在他的角度 那不是單純面子而已 他覺得那是有實質上可能產生影響的 就這麼簡單 我認為如果段委員這樣說法 也許你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草神 我也不能說你一招 但是 我這樣我就講 老師 你也講 我最簡單 我最簡單 老師我最簡單 老師我最簡單 等一下 老師 老師 老師我最簡單 我把他講 他就不相信 他就不相信了 我最簡單 張院長會看我怎麼說 我最簡單 現在的決議是 不均公投 不放入燃料棒 對不對 那未來公投投什麼 就沒有燃料棒 投是投 要不要放燃料棒 你要不要同意放入燃料棒 這樣好不好 這個不是討論 你不是議員 你要國民黨 現在你願意做什麼 你不是議員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團全部都簽名的共識 還被總統跟院長背書 你今天 你還不相信 我告訴你 不是不是不是 他們簽的那個共識 我念給你聽 四個內容 我就覺得缺了一個 因為未來公投的命題 是不是復工 正面表向的運轉 我不知道 如果那個正面表向的命題 說運轉 復工 作為公投的命題 放入燃料棒 放入燃料棒也可以 那實際上是爐行 不是嘛 不是嘛 我們黨團的決議沒有 所以你要曉得 如果今天是2008 馬英九就做這樣的說法 老師我跟妳講 八家東西 我今天 現在是2012年 2014年 你為什麼這跟這個時間有差這麼多 沒有2008呢 等一下 因為這六年 他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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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 要是為什麼2008 所以大家對於他的宣誓 沒有大檔 今天不是我不相信 我還 我剛才特別講了 我多願意相信 柯島都願意相信了 都快入檔了 對啊 所以可是你就把 好不好 如果真是像你講的好不好 你就催出江一華 把這個白子 黑色做到他 但是我跟你報告 您相不相信 有時候要去躲兵 我們的觀眾朋友 如果有中文老師 今天晚上 不是中文老師 你要什麼行動 我們不要再自意上傳 行動 我撿到二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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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了節目 我千辛萬苦 我去拜託行政院講清楚 我現在告訴你 我們立法院的決議很清楚 未經公投不放入燃料棒 所以不放入燃料棒 是事實了 你要放入燃料棒 所以是要不要運轉 要不要放燃料棒 這很清楚的 我們拜託行政院講清楚 第二個我在做聲明 剛才鄭老師怕我們說 我們今天講一講 節目長講 我跟你講 柯島剛才我真的很感謝 你說你願意叫我們 我們一起來改變他 你不是非他同學合武 但是我告訴你 從昨天以前 我對核四是質疑的 是中立的 可是從今天開始 我加入核四五六 反核四五六 為什麼 因為已經一個最大的進步 現在我希望 被說服到非核家園 因為2025說真的 如果做得到 台灣是 台灣是真的不一樣 等一下 可是剛才 明天的院會看起來 會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春偉 所以明天的院會 國民黨團和民進黨團 今天是要做成這樣一個決議嗎 應該還來不及 因為我講說現在大家只是用一些開放的填充題 把一些內容慢慢填進去 但怎麼填 現在還不知道 就像剛剛到底是 停工以後復工 還停工以後 我講的 我們的決論是說 未來如果要運轉 要經公投同意 那要不要把它再弄得更仔細一點 但我要講一件事情說 雖然大多數的民意是反核的 但是也有三層的民眾 他是支持核能的 而且他是反對高電價的 如果今天你沒有經過任何形式 你就突然改變了 那對這三層的民眾 你怎麼交代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保持部分的模糊空間 對於這個國家的凝聚 共識是有幫助的 你要把每一件事 你說得那麼清楚的時候 那三層的民眾跳出來 對 因為他 不是 他一定要經過一個程序 你不是經過立法院決議 就要經過一個公投程序 你都沒有 你就斷然改變一個既定程序 你對那三層來講 他是不能接受的事 不是 不是 你現在講的這個 其實 因為你們黨團的決議就是 現在不運轉 運轉要經公投 所以公投的題目是正向的 這個我就可以支持 可是你現在叫做黨團決議 那個一翻就掉了 不是我現在跟你講 你現在黨團的決議 是變成朝野的決定 跟立法院決議 我們就支持你 我跟你講說 這幾天是在 這幾天一直在改變當中 因為這幾天是一個大政策轉變 很多東西都是慢慢在討論 討論當中一直在凝聚的 所以未來幾天還會怎麼走 不知道 但大家把所有的意見 發所有的智慧 把它慢慢填起來 填到大家覺得 那就是你要的答案就對了 這個就是我一直 為什麼在節目上禮拜一 我就講說 為什麼立法院好好的辯論 才是關鍵 像剛剛學生講 我就同意說 那些可能會覺得他們因為 這樣會受害的人 那到底什麼人掀開來 如果是很多弱勢對不對 他們很多的擔心 本來國家就有政策 但有些不是吧 有些情勢會改變 譬如說 真的很多力能發展出來的時候 原來所謂的限電 缺電這個東西 國家為何我們沒有 你們就應該把它弄清楚 那等到實質 有些搞不好是得利者 既得利益者 假裝hold 我們為什麼要讓他得逞 所以你們我同意說 但這個地方不是含混 就是把它弄清楚 誰的利益受損 而且是不合理的受損 當然連我都會支持他 就算今天我反而 我都會支持他 但如果是像台電這一類的 就怕他們真正非核之後 他好像沒得混 那這種我們為什麼要支持他呢 你們要把這個厲害掀開來 讓大家做決定 好啊